嗨 我緊張 我們即將迎來一趟 完美旅程 耶 欸是三天兩夜 是不是我猜對了 去哪裡有剪嗎 沒有 等一下去哪裡 去哪裡 你們去就知道了 那你們要趕快收行李 因為我明天就要出發了 明天就要出發了 來女孩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啊 啊 啊 女孩們快到囉 起床囉 這五分鐘就到了 怎麼感覺有點便利 對啊 我該不會真的要去露營吧 露營很棒啊 宜蘭沒有在露營的吧 我沒有在 這是宜蘭嗎 我剛剛已經看到路邊上面寫宜蘭 看到了 我現在都沒有來過宜蘭 真的假的 喔 誰會沒去過伊蘭的 外國人啊 他只有去過瑞士 只有去過德國 德國 波嶺啊 這裡四周真的就只有錢耶 五千耶 你好像是耶他趕完了 什麼耶 真的假的啦 接下來要玩指令天空 就在一定的節奏內 如果 如果 講到從破落講不出來的人 就會同開 然後按照這個是靈順 會不會玩 會不會滾 感覺不停 這個節奏遊戲 會很腦力 所以有什麼可以選 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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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那種和打地鋪 跟睡床上那種 睡床上那種 太可憐了 有沒有那個睡帳篷 就是外面搭一個帳篷 不要 不要 好我們第一題要準備開始了 好我們第一題的題目是 說出白色的食物 白色的食物 白色的食物 太難了吧 太難了 太難了 真的太難了 我腦中才一個東西還沒有 我講到好幾個了 我在想到衛生紙 白色的食物 五六七八 Ready go 香草冰淇淋 牛奶 砂糖 甜花糖 我的腦袋快不停了 直接 直接問你 最後選的房間 拜拜 拜拜 講了白色的食物 偏偏你們 對面就給我放了一個 白色的衛生紙 我就一直盯著白色衛生紙 我腦中瞬間什麼都想不到 我只想得到衛生紙 我有什麼好分享的 我就是書家一美 在這裡 在這個時代裡面 書家是不配說話的 我現在很緊張 我現在很緊張 三樓 因為我還有小被子在手上 所以 現在有 左邊跟右邊